耳边传来一连串枪声 以色列士兵加快脚步 跑到同袍身边助阵 在里巴嫩南部地区 以色列军队持续扫荡真主挡 查获更多地道 其中一个就在平民区中心正下方 足足有800公尺长 三位真主党成员被乙军火捉 从身上装扮研判 他们已经在地底下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乙军炸毁整个地下总部 防止其他真主党党羽 找机会回来东山再起 另外以色列北部 也持续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轰炸 海法市区上空 还能看到火箭遭拦截留下的白烟 真主党副领袖卡西姆 现成发表说话 表示以色列攻击了整个黎巴嫩 所以真主党也有权攻击 以色列每个地方 卡西姆也暗示 只要停火开始谈判 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就能回家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态度还是很强硬 纳坦雅胡表示 真主党别以为伤害以色列人民后 还想靠谈判了事 加上以色列现在又有美国提供 萨德反飞弹系统 能加强抵挡真主党 甚至是真主党背后的伊朗攻击 具备在大气层内外拦截来袭的短程中程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独特能力 其拦截高度介于大气层内40千米以上至大气层外150千米之内 射程可达200千米 根据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研究显示 伊朗今年4月的攻击 有9成都被以色列的铁穹拦截 10月初却只拦截到79%的伊朗飞弹 但部署萨德系统后就能填补防御空隙 甚至可以拦截伊朗的极因素飞弹 另外萨德飞弹采用卫星红外线与雷达三位一体的综合预警方式 还能将收集到的数据传输给其他反飞弹系统 专家也分析萨德系统在拦截来袭飞弹时 考虑到爆炸后残骸还是有杀伤力 在设计上已经减少碎片坠落时可能造成的伤害 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采用破片战斗户 或者说就是能够爆炸战斗户 那么真的去跟拦截成功了之后 你的这个爆炸的破片落在哪 落在自己家头上 不过伊朗已经放话 说他们有能力对付萨德系统 他们会出动名为城堡破坏者2的飞弹 先发制人炸毁萨德的雷达侦测系统 伊朗的城堡破坏者2导弹 能够在35公里以下的高度飞行 这一高度低于萨德系统的最低探测高度 这使得该导弹能有效绕过萨德打击预定目标 伊朗新闻电视台还表示 萨德反导系统成本高昂 这就限制了其可拦截导弹的数量 不足以拦截数量众多的伊朗弹道导弹 眼看以色列与真主党 谁都不愿让步 美国与伊朗也在台面下较劲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重申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对黎巴嫩的安全非常重要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宣布将在本周五造访黎巴嫩 并严厉批评以色列触犯联合国决议 拒绝纳坦雅胡撤出维和人员的要求 TVBS新闻综合报导